大家好,最近听一位浙江友人讲了一群浙江人在战火纷飞的乌克兰做生意的故事 连子弹都挡不了,他们全世界找机会的状态,还是打心眼里佩服我这些同乡 其中有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温州商人家庭 他们一家原本都在乌克兰做双边贸易,也把孩子放在乌克兰上小学 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为了孩子的安全,女人带孩子回温州上学 男人继续在乌克兰的基辅,奥萨德一带做贸易 孩子在温州上了一年左右的小学后,女人发现孩子很多变化 其中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孩子在他面前说 俄罗斯发动战争是叫特别军事行动,不是去侵略乌克兰的 而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如此等等 因为周围的老师,同学都是这么说的 语人说,儿子,你是在乌克兰待过的 见过俄罗斯是怎样轰炸基辅,杀害了很多普通人的 你爸爸每天都还在看见这些事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还有基本的良心与是非吗 但孩子深受他的老师同学的影响,很坚持,母子大吵了一架 后来,他们夫妻反复商量,觉得孩子还是不能在是非不分的教育中长大 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女人带着儿子,回到了乌克兰 现在孩子又在乌克兰上学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温州商人家庭的选择与故事 下面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战争的情况 简短说明,巴以冲突第18天,没有更多人质被释放 昨天获释的85岁女性表示,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地狱 以色列在加沙散发传单,悬赏人质信息并承诺提供保护 美重申先放人质,再谈停火,认为现在停火,只对哈马斯有利 联合国呼吁再不给燃料 医院要停运以色列发卫星图哈马斯在加沙存了至少50万生油 想要燃料就找他们 美国会监察委要求白宫拿出方案,确保人道物资不会落入哈马斯手中 联合国秘书长称乙军在加沙显然违反国际法 美国务卿问集体谴责在哪 叙利亚方向首次攻击以色列,以军战机轰炸叙利亚 伊朗扶持的武装宣布美军是合理目标,加大攻击力度 美国政府首次透露 驻伊拉克和叙利亚基地共24人受伤 美军F-16战机中队已到位,国防部拒绝公布位置 国务卿表示我们不寻求与伊朗的冲突 但是如果受到攻击,会果断还击 据财经通讯社报道 中共国,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 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财联社10月24日电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雨红帽、台风等灾害 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 近年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 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作为特别国债管理 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 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本频道的一句话点评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时代来临 下面这条信息是关于江苏体制内人员的 江苏在边人员 下海创业可保留编制三年 原单位继续缴纳社保 正常晋升新级工资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发改委、教育厅等14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实施 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力争实现到2025年 每年支持成功自主创业20万人 通知中所提及的重点群体 还包括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高校 科研院所 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及人们常说的在编人员 通知提到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离岗创业 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其间可依法 继续在原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和职业年金正常晋升新级工资 按规定连续计算工龄 同等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和岗位等级晋升等 这些举措无疑给那些 尚在犹豫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吃下了定心丸 降低了边内人员 离岗创业的机会成本 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 带着科研成果投身伤害 本频道的支评 说得好听 无非就是没有钱养他们了 让他们自谋出路 有人说 当今社会怪现象 老百姓拒绝生娃 捐款 消费 献血 人的思想变了 本频道评说 中共欺骗的次数太多了 总会有人清醒过来的 下面是网易跟帖 原文 爱国主义教育法等 将二次审议 保守国家秘密法等 你修订 网友评论说 爱国还用教育 你对人民这么好 人民自然爱你 有人说 大部分人 认为自己是人民 你太高看自己了 人民与人质的区别是 人民可以说不 人质不能 下面也是网易跟帖 原文 有关部门 依法对富士康旗下企业 进行税务稽查 和用地情况调查 下面是网友的评论 一国家让富士康滚 他就应该滚 支持自己的国 就会让中国人 无比的开心 爱国不需要理由 二富士康的百万员工 真是谢谢你八倍祖宗哦 一个合格的喷子 三亿年营收 一万多亿的工厂 带动上下游 几百万个工作岗位 东南亚各国 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一楼八倍祖宗 有人发帖说 这个时间查富士康 能改变台湾选举结果吗 不能 能阻止苹果产业链离开吗 不能 能让郭台铭破产吗 不能 能大幅增加失业人口吗 能 能大量减少税收吗 能 能下退其他外资台资吗 能 一个视频在网上火了 陕西山阳交通局 颇欠一名男子 七百多万工程款 男子讨债期间 确诊肺癌晚期 只希望临死前 能要回工程款 交通局回应说 确实没钱 当时领导说 干了就给钱 据上游新闻报道 2021年 龚先生承包了 陕西山阳县交通运输局 及其下属单位 县交通运输发展中心 七个工程 合同总价七百七十余万元 当年底 工程全部完成验收 但两年过去了 至今 没有拿到工程款 最近 一个新闻让人揪心 开学一个多月后 儿童精神科爆满 医生说 家长是负责给孩子爱的 不需要去辅导孩子学习 那些心理上出了问题的孩子 家长往往只要看到他们 还能去学校 就认为没什么事 孩子们也很努力 想正常上学 但是开学一两周后 有些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去上学了 热评 没有一个家长 愿意辅导学习的 但是现在 学校和老师 都是怎么做的呢 有人问 如果你是大清子明 你会为大清死战吗 有人回答说 大清是爱心觉罗家族的私产 你什么觉悟 想为大清而战 你也配啊 下面是洪森评论 政策与利益 衡量政策好坏 最简单的分析方法 就是分析这项政策 对谁有利 从利益角度分析 可以百分百 保证你看清政策的真实面目 而不会被表面文字忽悠 比如 A股跌破3000点之后 股民一片哀嚎 希望政府出来就是 从最新政策性言论来看 发挥股市的融资功能 依然放在首位 所谓的融资功能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圈钱功能 谁有资格融资呢 上市公司和排着队 等待上市的公司 所以 发挥股市的融资功能 获利者是已经上市的公司 和排着队等待上市的公司 掌握上市审批权的人 更是首批获利者 在股市一片安嚎的情景下 居然还是把融资功能 放在首位 你说这股市会好起来吗 中国股市 从最初设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圈钱 计划经济时代 国企资金来源都是银行 银行坏账太多 老百姓存款不见了 会导致统治不稳 因此需要另外一个 可以给国企和官商勾结的 所谓民企输血的地方 这就是中国股市 因此 只要把圈钱功能 放在首要位置 这个股市 必然就是韭菜收割机 什么时候融资功能 从政策和法规中消失不见了 把股民的投资与回报 放在了首位 那么这股市才真正是市场经济的股市 因为当股市的政策与法规 将股民的投资与回报 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证监会的监管职能 主要就不是审批谁能上市 而是监管上市公司 圈了钱之后 有没有回报股民 比如 你这家公司上市后 融资到手十个亿 股民没有获得分红 和股价上涨的回报之前 大股东抛售股票的话 就被定为金融欺诈罪 投入监狱 这样的法规出台 还会有排队等着上市的情况吗 因为每个打算上市的公司 事先必须掂量 我拿到了股民的投资 到底能不能兑现投资回报 如果亏损 不仅无法回报股民 自己的巨量投资 也砸在里面了 如果我套现逃跑 那么最后的目的地 就是跑进了监狱 这才是股市的春天 只有国家走入了春天 股市才会有春天 吴洪森 写于2023年10月25日 上海深庄 新闻说 圆明园有带编制的812人 离退休999人 年经费支出3.3亿 这么多年下来 这复出都快赶上八国联军抢走的了 就几端破砖烂瓦 要800多号人看着 怕被人捡走该厕所 有人问 谁养着他们 另一位网友补充说 一个颐和园 16个科 23个队 注意了 现在国内有人专门造假 股币造假 玩股币的 玩收藏的 不要上当了 国内某大哥 直接从德国 把民国时期 造园大头的同款机器 给买了回来 成批量的造真品 这种真品 货真元大头 还真没办法分别 因为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不要说什么使用痕迹 岁月痕迹 这些更好造假 外交部部长秦刚 在中共国所谓的选举中 是以2946票 全票通过的 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也是以2946票 全票通过的 现在 不声不响 没有说明他们两人 究竟犯了什么事 就被撸掉了 真的是太黑暗了 伸手不见五指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新闻 也是随意操作 根本不跟中国平民商量 政策将大调整 2024年起 缴费不入个人账户 全面强化统筹基金 根据新规定 从2024年1月1日起 全国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不再滑入职工 个人账户 而是全部滑入 社会统筹基金 也就是说 届时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将不复存在 这标志着 中共国将全面实施 社会统筹的医保制度 取消个人账户 本频道评论 一句话点评 以后交的钱 全部都变成中共的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中共的大外宣 大内宣 观察者网 是怎么样颠倒是非黑白的 85岁的利福希兹 召开记者会 讲述哈马斯 从家中绑走他和丈夫 并用铁棍殴打他的地狱室经历 只是在地道和关押时 没对他做什么 这对夫妇对巴友好 每周接送加沙人去医院就诊 他被放出 但丈夫被扣 观察者网引去他大部分采访 以哈马斯非常友好为题报道 在评论中 也有很多支持哈马斯的小粉红 也是中国的恐怖分子 有个不知道什么心态的人 写了下面的跟帖 报律师 希望您能利用自己的所学 帮助一些中国企业 规避美国的涨币管辖 在这方面出出招 虽然您是美国籍 但我想还是会有点感情的 工参考然后 博主回复说 别提这个了 提这个令人寒心 我以前可没少出招 帮过两家上市中企解除制裁 甚至被部领导 请进发改委出招 结果呢 用你时 你是有情怀的爱国人士 出事了 你就是美国人滚出去 甚至动不动 炸好风口 我在这 还是老老实实 晒老婆孩子热炕头吧 另一人说 以前报律师 就是这么做的 而且做得非常优秀 结果 只要有机会 报律师肯定会的 继续有人发帖说 许家印也已经死了 本频道不能确定真假 下面的贴文 仅供大家参考 据多家外媒报道 皮带因突发心梗 于10月24日突然断掉 住 这里的皮带是许家印的绰号 他的结局 其实早就注定了 最后 还是布了当初以利神 王凤友的后尘 牺牲他一个 救了千万人 当年王凤友也是 进去之后 不久就突然得了重病报亡 看来在监狱里面 真的很容易的恶急 这回 他欠下的两万多亿 彻底成了死账 如果谁在追讨的话 和当年以利神的 众多债主一样 一句话就答复了 你去阴间找皮带割药吧 都是他欠下的 和其他任何人无关 只是可怜那些房子烂尾 还得每月不断还房贷的 几百万业主 下面是中共发布的通告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 现将2024年元旦 春节 清明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 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 元旦 1月1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二 春节 2月10日至17日 放假调休 共8天 2月4日 星期日 2月18日 星期日上班 鼓励各单位 结合代新年休假等制度落实 安排职工在除夕 2月9日休息 3 清明节 4月4日至6日 放假调休 共3天 4月7日 星期日上班 4 劳动节 5月1日至5日 放假调休 共5天 4月28日 星期日 5月11日 星期六上班 5 端午节 6月10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6 中秋节 9月15日至17日放假调休 共3天 9月14日 星期六上班 7 国庆节 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 共7天 9月29日 星期日 10月12日 星期六上班 国务院办公厅 2023年10月25日 下面是网友们的跟帖评论 建议韩国人将中国的春节 清明 端午 中秋 直接生移 我们中国人不过节 调休才是邪教吧 我怀疑假日办的人 是外国间谍 来淡化中国传统文化的 除夕不放假 春节要调休 自己不重视 难怪泡菜偷 这种安排 难道还不算虚无主义吗 弱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制定的人是50万 支持 既然自己国家 不重视假期 那就让给日韩 让他们好好重视一下 传统节假日 支持 中国过不了传统节日 就别过了 让给韩国人好了 这样下去 还有什么搞头 谁不调休 这节日就是谁的 中国迟早要灭亡 我同意 太他妈气人了 春节壮周末 韩国已经往后延价了 这下真的被超越了 很难拔致耻 中国人表示 偷走也无所谓了 不买房是吧 年也别过了 哈哈 你这句话 为什么这么好笑 哈哈 笑晕了 哈哈 原来如此 网易新闻 三无家庭的本科生 我们不要 大公司人力资源的一番话 点醒无数人 有人发帖说 贺为三无家庭 三无家庭指的是 无背景 无家底 无人脉的家庭 网友 终于从年龄歧视 走到了对普通家庭的歧视 有人解读了爱国主义教育法 明年元旦起 传播负能量 可能涉嫌违法了 号外号外 这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大事件 爱国主义教育法 于2024年元旦起实施 书里要点如下 第十四条 传播正能量 净化网络空间 第十六条 违反处以行政处罚 第十七条 故意破坏爱国教育行为的 追究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啥 破坏爱国氛围的负能量言论 有法可依 有法逼依了 习猪头又转风向了吗 中国突发重磅表态 习近平说 中方愿与美方合作 管控分歧 摘要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表示 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 管控分歧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呼吁 建立更稳定的双边关系 他说 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同美方推进互利合作 本评到短评 狼来了狼来了 说了一百几十遍了 还有人会信吗 反正我不信 刚刚 广汽三菱解散退市 股权一元转让 有网友发帖说 这将某防弹衣厂家爆料 多国在他们那里 紧急订购数十万件防弹衣 有巴基斯坦 乌克兰 俄罗斯 巴勒斯坦 沙特 伊朗 阿富汗 以色列 甚至还有朝鲜和韩国 这TM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以色列财政部长表示 当前战争的直接成本 每天约为2.46亿美元 有网友发帖说 以色列时报称 哈马斯下属卡桑旅发言人 阿布乌拜达宣布 在埃及和卡塔尔两国政府的斡旋下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哈马斯再次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 分别是85岁的约切维德利夫西茨 和79岁的努里特库珀 两人均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 截止目前 哈马斯共释放七名人质 但都是美国人 其他国家的人质不予理会 为什么哈马斯 只是放美国人 无论是哈马斯喜欢美国 还是害怕美国 其国家实力和对以色列的支持 一定是哈马斯考虑的因素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 让哈马斯毁灭 是不容谈判的 获胜的唯一方法 就是摧毁这个恐怖组织 给巴勒斯坦人 带来他们现在所没有的希望 让巴勒斯坦人 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两件事 一 以色列不可能回到 让哈马斯再在加沙统治的状况 二 以色列将帮助建立 没有哈马斯的巴勒斯坦 以色列呼吁联合国秘书长辞职 因为他为 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 种族灭绝辩护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为哈马斯辩护说 哈马斯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吉拉德·埃尔丹回应说 联合国秘书长的 令人震惊地讲话 证明他完全脱离了现实 他以扭曲和不道德的方式 看待杀害我们儿童的哈马斯 所犯下的屠杀 他的言论 构成了恐怖主义和谋杀的理由 令人悲哀的是 一个大屠杀后成立的组织 是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领导的 对屠杀儿童 妇女和老人表示理解的 联合国秘书长必须辞职 英国卫报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 派遣专攻城市巷战的军事顾问到以色列 因应乙军 即将针对加萨走廊 发动的地面入侵行动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 常年统治加沙走廊 不仅在加沙北部的密集市区 打造出错综复杂的地道系统 更不下了重重陷阱 有鉴于此 美国特别派出 专攻城市巷战的军事将领 协助乙军 其中一名顾问 是陆战队中将格林 曾负责执行 打击伊斯兰国特别行动 且在伊拉克战争中 最血腥的城镇战 法鲁加之战 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彭博社报道 应以色列军方要求 Google暂时停止显示 以色列和加沙走廊的交通状况 在俄罗斯全面军事入侵开始后 该公司对乌克兰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以色列发动有限地面攻击 战争或持续数月 以色列地面部队 星期一凌晨 对加沙发动有限袭击 同时继续对加沙地带 展开猛烈轰炸 以色列防长称 即将发动的地面攻势 可能持续几个月 并始言 这将是加沙最后一场战争 因为战后 哈马斯将不复存在 对加沙发动的地面攻击